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斯普拉肉汁給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消息要告訴大家 第四回祭典準備開跑啦 活動時間是2月11號到2月13號 早八到早八 這一次的主題非常的有趣 說到巧克力果然還是這個 黑巧克力派 牛奶巧克力派 白巧克力派 不知道你是哪一派呢 每次祭典都會找出能分三種選擇的任天堂 真是厲害啊 這一次的選擇一定也是讓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根據日網目前投票 牛奶巧克力佔了44.4% 白巧克力是佔了30.2% 黑巧克力則是24.5% 果然大家還是首選香甜好入口的牛奶派 那麼準備祭的部分 預計於2月3日下午4點開始 準備祭開始之後就可以開始投票啦 根據第三回祭典過後 三色奪寶有些微的改變 以往都是第一名防守 第二三名進攻 從第三回祭典開始 就沒有依照順位之分來配對 三色奪寶的配對呢是隨機的 所以就不會有之前配不到的問題了 大家可以盡情的參加三色奪寶 接下來祭典呢 得分的部分呢 分成了法羅獲得率呢是8分 得票率呢是10分 祭典開放呢是12分 祭典挑戰呢是12分 三色奪寶是15分 多了三色奪寶的得分計算 相信三家勝負難以預測啊 然而關於祭典的倍數場呢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10倍場呢是隨機發生的 100倍呢是祭典被擁有越多越容易發生 333倍是和百倍場 條件滿足的隊友一起時 較容易發生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超級熔螺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知道祭典呢是有分稱號的 我們從最下面的說起就是普通的 什麼什麼什麼 勝利方的話呢是3個熔螺 敗北方的話呢是2個熔螺 真誠的圈圈圈 積分呢是100分 勝利方呢有5個熔螺 敗北方有3個熔螺 超級圈圈圈 積分呢是250分 勝利方呢有9個熔螺 敗北方有7個熔螺 有魅力的圈圈圈 積分呢是500分 勝利方呢有16個熔螺 敗北方呢有13個熔螺 永遠的圈圈圈 積分呢是999 那勝利方呢有24個熔螺 敗北方有21個熔螺 好的以上呢是這個第四回祭典開始前的新聞分享 請大家好好期待本次的祭典 思考一下到底應該要選哪一隊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你是哪一派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感謝大家的收看 斯普拉肉汁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